2号在美国副总统拜登的主持下 希拉里·克林顿正式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 希拉里在宣誓后表示 美国人必须团结一心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预定的目标必将实现 据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人士说 希拉里将把亚洲作为他出法的第一站